把鏡頭轉到美國 即將宣布投入總統選戰的美國佛州州長德桑提斯 再度簽署具有高度爭議性的法案 禁止所謂的無政移民在一定規模以上的企業工作 這讓七十幾萬已經在佛州工作多年的無政移民 天天生活在恐懼當中 當地的產業和經濟也可能會受到衝擊 無論是新建高樓的建築工地 還是種植盆栽的花卉農場 在佛州這些耗費體力的工作場合 都看得到無政移民的身影 不過日前佛州州長德桑提斯簽署法案 禁止無政移民在境內工作 將從七月一號起 對違反規定的雇主下手 施以巨額罰款 這讓佛州七十七萬無政移民 日日夜夜提心吊膽 來自宏都拉斯 已經在佛州工地賣命二十二年的雷蒙 不得不考慮離開 我們可以在喊這些建築工地 這裡 我們要從那邊走 退場 因為我們可以未必接受 從那邊走 繼續這裡 這樣可以 同樣在佛州落地生根 幹了二十年活的裴瑞茲責抱怨 這些年來 他都乖乖繳稅 但當局卻一聲令下 就要改陳 彷彿他們根本不存在此的 美国商业移民联盟警告 吴正移民为佛州提供基础劳动力 对经济具有一定程度的贡献 其法规无疑将阻碍企业发展 将对佛州经济产生严重后果 根据佛州政策研究会的数据 如果少了无证移民 佛州的经济产值将减少126亿美元 也就是下降1.1% 佛州政府的税收也会跟着减少 虽然目前这项法令只针对25人以上企业的新济员工 现有员工不受影响 但吴正移民认为 他们已经成了想选总统的德桑提斯 满足个人政治野心的牺牲品 部分移民无奈表示 他们将选择搬到美国其他地方 继续为实现梦想打拼 公司新闻在汇民别一 当然了 当然了